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月6日 北京丰台开往杭州的K1109列车上 列车员与乘客发生矛盾 列车员称山东人穷 没素质 引发众多乘客不满 纷纷要求列车员道歉 山东人穷 穷什么呢穷 山东人穷吗 就是咱没有开通这个高铁 开通了以后我们穷吗 可以报告我 他妈的我都不人 我这么小 我都可以拿20万 山东人穷吗 山东人我跟你说 不想跟蒋云西 蒋云西的话 我今天晚上跟蒋云西调去 是的 是的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拿什么意思 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山东人没道歉 你们同意不 这个火车啊 他说的 我们山人太穷了 是不是 你身为一个列车员 再穷 第一个地方就是 哪里 你也不能说出来 我跟他讲我给山东人道歉 我讲了吧 不要 别人 你是刚才给他一个酒饮的道歉 而不是刚才你以为你说了那句话道歉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第一 山东人说 你讲了一下 我给山东人道歉 是不是 我讲讲 你话是这样说的 你是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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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老师 然后呢 这个话 然后呢 可以录 我 我的言语不到 给各位山东的老乡们道歉 对不起啊 山东人不穷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各位山东的老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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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了 还行吗 没了吗 这些别问我 别问我 对啊 你问大家 我不问你 各位老乡 今天晚上如果大家不承认 我今天晚上跟着闹一下 他没事 老乡没事 我啥事 他没事 各位你们看行吗 你要来 跟你们 给你们 给你们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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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照着我们山东人心里的 什么 beauty 香 蛋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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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这都是卖琵琶 琵琶 卖不妥 你看看 买一倍一倍的豆芹能够倒了 他不要 他是不瘦啊 我们以前找到什么 他被烧了 都买的 找到结果 很多人没人笑 笑不透 还要换这个瘦了 还没什么瘦来 拿不饭 这怕他出你都接啥 你们来接眼睛 中国游泳都放了 买东西游泳 你去银潇就是去银潇 销灭 都要消贷 让他承认 这又叫 我去银潇肥银下雨 我已经都没卖 我就拿着 给你哥一百块钱 stimulus stay and we're not taking... 小银潇肥银 这都不会出来了 那边有钱冲的那边有些东西啊 我这里有老父亲 你别被老板亲打了 你也是老板亲的儿子 现在这里是很大 你看这塌了多深 5月6、7日 河北廊坊6亿幼儿园突然关闭 卷走上百名小孩的学费 还拖欠了老师们的工资 家长和老师们连续两天 在幼儿园讨要学费以及工资 你喜欢吗 现在大伙 这叫大伙 他管理的 不要因为这个事故人也不是事 他就给交办人 刚才就是应该有一个人 我挣出这个钱 待会交给留意 交给花钱 我交给人 好像全是从他 存在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你们上人弄事了 就不损 就不损 是这样损 是这样的 你到这次好吧 我怀疑的 你啊 我猜的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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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 你啊 我那 你啊 你啊 我 看都是工程 我这回我肯定是不 我这回我肯定不了 我这回我肯定是不 啥啥假人的 常天的大地人那一辈子千万没得病 看嘛 人家有一万四千多 将水调将一千六百多 我这个人是什么 我不会选择 伤心默然离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婆真的变成蝴蝶来参加她的婚礼了 5月2日 岳阳市湘音县三堂镇的一场婚礼上 出现暖心而神奇的一幕 随着蝴蝶的突然出现 新郎突然泪崩 据大陆媒体报道 岳阳的王先生从小跟着外婆长大 与外婆的感情非常深 但不幸的是 王先生的外婆去年去世了 让王先生感到非常伤心 前不久 王先生要结婚了 出于对外婆的思念 他在婚前特意给去世的外婆写了一条信息 王先生在信息中说 我亲爱的外婆再过几天 我就要结婚了 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我的婚事 你放心不下 如果你在天有灵 在我举行婚礼时 你要化作一只蝴蝶 落在我的身上 也算是你参加了我的婚礼了 5月2日 王先生与妻子举行婚礼的当天 王先生在台上发言时 又不禁提及了外婆 提到给外婆的留言信息 希望外婆能够化作一只蝴蝶 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言语中泪眼婆娑 嗓音沙哑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王先生的话音刚落 令人感到非常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婚礼摄影师上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当王先生说完这段话后 一只白色的蝴蝶竟朝着王先生翩翩飞来 最后落在了他的胸前 在稍作停留后 便静止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新郎健壮 顿时忍不住嚎啕大哭 六零六四年五月三日 啊 甘肃定期下大雪了 世界也凤了 落天也凤了 五月多了 竟然下这么大的雪 这里多么大的伤害 对这个弄多五 你看吧 雪景倒不能 这是下的 不分事业 今天出奇了哈 河北下大雪 甘肃下大雪 深夕下大雪 那是下的 四月末 五月初 同来没有过的事 现在都 实现了 实现了啊 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甘肃兰州下雪的画面 这都进入五月天了 全国各地竟然还在下雪 这几天我的作品中 更新了好几集 都是下雪的视频 先是新疆下雪 然后是河北成德 接着是宝基泰白 现在甘肃又下去 这是地球要发怒了吗 已经五月天了 还在下雪 这极端天气 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清楚 好几集团 好几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丽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